要在赌王5000亿的资产里分得一杯羹是不容易的 要知道她有四方太太 17个子女 这种竞争和勾心斗角 不比古代的公斗戏简单 原配李婉华作为集团初始人员 原配的子女 没能在这款大蛋糕里分得应得的一份 可见赌王蛋糕虽大 但要分享这块蛋糕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但这个家族里有一个人 看似最弱势不起眼 但该她的一份却从来没少过 人家都是闷声发大财 这个人就是三房太太陈婉珍 她出身贫寒 家里兄弟姐妹11个 她排行第九 中学毕业读了护理专业 毕业之后做了一名普通的护士 最开始进入河家是为了照顾 生活不能自理的大太太李婉华 1985年 二太蓝琼英陪孩子上学 常住国外 陈婉珍对赌王润物戏物生的照顾 让赌王动了烦心 单独买房子 送给陈婉珍公开同居关系 等蓝琼英发现时 两人勿已成舟 独宠28年的蓝琼英 并没有把低门顺眼 各方面素质都比较平庸的陈婉珍 当作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 所以听之认之 一年之后的1986年 赌王就把更年轻能干的梁安琪 取进了家门 可以看出来 赌王更喜欢蓝琼英 梁安琪 何超琼 这样聪明能干的女人 所以像陈婉珍这样柔顺 但资质一般的女人 很难长久得到赌王的喜欢 赌王的四方太太 原配早早地退出舞台 二方蓝琼英 赌宠28年 四方太太梁安琪 聪明能干又会来事 得到赌王后30年赌宠 不管怎么看 陈婉珍的存在感都很弱 她也很有自知之名 不争不抢 但谁也没料到 在财产分配上 除了原配 二三四房中 她最不得宠 子女也最少 子女也没啥成绩 但她获得的资产 并不比其他两房少 四太抢了三太的朝鲜赌场 赌王就给三太越南赌场 四太要做奥语董事 赌王也让三太做奥语董事 二房占奥语49.45%的股份 三太反超占50.55% 不管从哪方面来看 不争不抢的三太都躺赢 深究其原因 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 天时 陈婉珍能获得豪门竞争门票 是因为当时原配生活不能自理 形同虚设 二太蓝穷英常居国外 赌王身边有空档 否则 以她的资质和竞争能力 没有太大的希望 连后来美得不可方物的 励志小姐 都没能迈入何家大门 可见 天时是多么重要 地利 陈婉珍的姐姐 是蓝穷英父亲的干女儿 凭这层关系 陈婉珍才有机会进入何家 当大太太的看护 才能寻得机会与赌王接触 进而成为三太 靠近才有机会 这就是地利 也有消息称 陈婉珍就是被姐姐运作 进入何家的 但是什么原因进何家 已经不重要了 关键是 她一踏进何家 从此就飞向枝头 变凤凰了 人和 一方面是她自己不着痕迹的努力 她不争不抢 姿态非常低 对赌王温柔体贴 和赌王的家人 以及其他几房太太和睦相处 从不树敌 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另一方面 赌王作为一家之长 非常懂得搞平衡术 对四房太太雨露均沾 既能保持大家庭的和谐 又能有适当的竞争 让各房太太及下面的子女 都会尽力在赌王面前表现 除了天时地利人和 其实看似低调的三太 对自己实力有准确的认知 擅长打理和利用各种关系 总是有招胜无招 第一 对自己有精准的认知 虽然她得到赌王的认可 并且生下三个孩子 但并没有恃宠而骄 对自己有清楚的认知 没有二房不可撼动的地位 没有二太的实力和手腕 没有四太的美貌和会哄人 所以三太安安静静地待在一边 专心照顾孩子 不强行刷存在感 连赌王都公开称赞她 三太从早到晚照顾孩子 很用心 对于普通女人来说 不管是在婚恋关系中 还是在职场中 最重要的是对自己各方面 有一个准确的认知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这是决胜的前提条件 第二 低调内敛 必锋芒 能力不够 请伤来凑 陈婉珍不懂做生意 哄男人的水平也一般 在己方太太中 完全没有竞争优势 没有优势 就是最大的优势 削弱自己的存在感 不会成为别人的宝子 可以闷声发大财 赌王八十岁生日 二太大百宴席二十桌 四太更豪气 在六星级酒店 定下五十桌 低调的三太陈婉珍 特别选在海上百十九桌 完全不抢二太四太的风头 赌王带三太出席活动 想亲一下三太 陈婉珍玩具 不愿在公开场合 秀恩爱 以免引起其他二房太太的不满 赌王和妹妹闹翻了 陈婉珍私底下带礼物走动 从中劝和 所以赌王家人都对她赞誉有加 很维护她 第三 借力打力 不费力 陈婉珍没有能力 独立对抗二房或四房 她也从不会独立对抗她们任何一方 相反 她总是顺势和其中一方合作 获得自己的利益 四太想打击二太 拉拢三太一起做事 陈婉珍顺势和四太一起炒楼 赚得盆满钵满 赌王摔倒后行动不便 二太想提前动手获得财产分配 但她不愿意做台前的小丑 拉拢三太一起合作 陈婉珍还是顺势而为 和二房合作得到了自己应得的一份 所获得的资产已经远超她的实力 最终看似资质平庸的三太 没有任何先天优势 不争不抢 没有留下难看的吃相 仍然获得利益最大化 我们普通人能从他身上 得到什么启示和借鉴呢